临走前,他一身白衣 鞋底的一张纸条写着两个情敌的名字 他在仪式前默念咒语 为妻儿留下了金钱与灵力 当古老而又魔幻的法术遇上了阴谋诡计后 一切是否还会如愿 hello大家好,我是桂林依 今天要分享的案件比较利器 受害者相信,桂林可以连接暗黑的物质 从而获得强大的魔力 最终他甚至为此现身 然而,当所有的一切被曝光后 一个惊天阴谋浮出了水面 1997年7月18日 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白色裤子,白色鞋子 甚至还系着白色皮带的中年男子躺在了路边 他的手中握有一本护照 胸口处有些许暗红 附近没有发现作案工具 在男子身边的泥地中 有几个叠加在一起的脚印 经勘察,这些脚印属于两个人 其中的一个便是倒地之人的 但蹊跷的是 他的脚印竟然覆盖在了作案人的印记之上 威斯康星州办案警员感到困惑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打开离世者手中的护照 首页写着他的基本信息 马克,46岁 这个名字似乎有些傲述 探员认真地检查了备忘录 没错,就在几个小时前 有人报案说 马克失踪了 报案人是马克的侄子布伦特 他就住在马克家 说马克近几日情绪波动比较大 似乎与妻子的前男友弗雷泽有关 弗雷泽对马克的妻子念念不忘 借用各种理由接近他 马克为此非常恼火 他试图约见弗雷泽 并告诫他不要再破坏他的家庭幸福 7月18日凌晨2点 马克有些兴奋地告诉全家人 弗雷泽已经同意要见面了 就在现在 他希望通过谈判 把所有的问题一并解决 妻子菲利普斯有些紧张 他害怕丈夫在大半夜外出会有危险 也担心与前男友弗雷泽会发生肢体冲突 但马克向他保证 自己绝不会动手 侄子布伦特想要同他一起去 但马克拒绝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马克始终没有回家 妻子菲利普斯越想越后怕 侄子布伦特的心也是忐忑不安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决定报警 虽然说马克离家才数小时 但他约见的人却比较特殊 果然 马克还是出事了 弗雷泽自然成为了第一位嫌疑人 探员尝试联系他 但他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难道说他畏罪潜逃了吗 探员在勘察完现场后随即去了马克家 家里一共有五个人 马克的妻子 妻子在以往婚姻中的两个孩子 马克的侄子 以及他们的房客格雷格 探员请格雷格先将两个孩子带去其他的房间玩 然后对马克的妻子和侄子宣布了噩耗 马克的妻子在听到后 瘫倒在椅子上 泪水奔涌而出 他摸了摸自己微微溶起的肚子 自言自语道 这该怎么办呢 侄子则安抚道 马克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他们共存 然后两个人抱头痛哭 情绪稳定后 妻子菲利普斯告诉探员 他比马克小20岁 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找到像马克一样的男人 他成熟并且富有理想 他们在交往半年后便结了婚 马克以前是一位药剂师 聪明的他喜欢各种肠心 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接触电脑 这让他有了一个全新的憧憬 他义无反顾地辞去了药店的工作 并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 取名为广达 他所出售的产品 是当时的新兴产业CD room 随后他向政府申请了免费版权 将一些音乐 舞蹈以及影视作品 刻录在CD上 以十倍的价格进行出售 由此他一夜报复 马克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案发的四年前 他与前妻离婚 他的两个孩子都跟着前妻 所以当现任妻子菲利普斯 在不久前宣布 自己也怀上了马克的宝宝时 马克兴奋不已 但就在几日前 马克发现 妻子的前男友弗雷泽 频繁地骚扰妻子 他非常气愤 甚至担心 这会影响妻子的心情 所以他决定 要把这件事情尽快了结 这时探员的手机 闻闻作响 是法医实验室 打过来的电话 他接听了 然后在记事本上 写下了另一个名字 拜例 通话结束后 他询问马克妻子 是否知道这个人 菲利普斯非常惊讶地点了点头 他告诉探员 拜例是自己的前夫 他们有过一个孩子 几个月前 拜例想要申请 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但自己没有答应 拜例便将自己 告上了法庭 而马克为了帮自己 拿到抚养权 所以决定立刻 与自己成婚 最终 法院鉴于马克的 良好经济条件 驳回了身负 拜例的诉求 拜例听到结果后 异常地激动 他甚至在走出法庭后 与马克发生了肢体冲突 他重重地推了马克一把 幸好马克站稳了 事情也没有进一步恶化 探员告诉菲利普斯 法医在给马克做检查时 发现马克的鞋底 塞着一张纸条 正面写着 不是弗雷泽 就是拜例或类似之人 反面写着 三者的关系非常棘手 希望我能安然 难道说 这是马克留给大家的 最后线索吗 那么 18日凌晨 马克约见的 只有弗雷泽一个人吗 妻子菲利普斯 在听到这一消息后 再一次雷奔 他不停地责怪自己 是自己的爱恨情仇 害了马克 7月19日 马克案发一天后 探员得到了 另外一些线索 他们发现 嫌疑人弗雷泽 拥有一套房产 位置距离马克 发生意外的地方 非常接近 19日下午 嫌疑人弗雷泽 接听了探员的电话 他们约在了 当地的一家餐厅见面 见面时 弗雷泽主动交代了 自己在案发当日的行踪 从7月14日早上8点 到7月18日晚上7点30分 他一直在麻省出差 机票和行李箱上的标签 可以佐证 弗雷泽还坦言道 自己通过报纸 得知了马克的悲剧 他很清楚 探员会来找他 因为他是 菲利普斯的前男友 但自己问心无愧 他与菲利普斯 恋爱了四年多 尽管自己平日里工作很忙 每周都需要出差 不过一到周末 这对情侣总是黏在一起 他们原本计划着 是要结婚的 谁知 半年前 当他一次出差回来后 发现家中空无一人 菲利普斯 一声不响地 就这么走了 自己也是在后期 通过菲利普斯的姐姐 才了解到 原来菲利普斯 奔入了老男人 马克的家 他对此表示非常无奈 甚至是心寒 现在回想起 这样的女人 其实不值得 自己再付出更多 她的离开 对于自己来说 是幸运的 所以她对马克 并不存在嫉妒 探员听完后 陷入了沉思 如果弗雷泽的嫌疑 被排除 那么当晚 马克约见的 会是谁呢 难道是纸上的 另一个人 妻子的前夫 拜利吗 探员随即 前往了拜利家 拜利毫不避讳地承认 自己与马克之间 因为孩子的抚养权 而产生了过节 但自己 从未想过 要谋害马克 案发当日 拜利正巧在加班 单位的同事 可以为他作证 另外 拜利感觉 马克一直神圣叨叨的 她非常担心 自己的孩子 会在前妻 和马克的教导下 误入歧途 探员追问 那是为什么呢 拜利说 可能是第六感吧 她每一次 去到马克家 看孩子时 总会感觉 莫名的阴冷 和不自在 有一次 马克给拜利 介绍了一本书 书名为《爱经》 她说自己在这一方面 研究得很深入 但拜利则认为 两个男人之间 讨论这本书 很是奇怪 当探员走出拜利家时 原本明朗的案子 突然陷入了僵局 两位嫌疑人 似乎都没有赚时间 难道说 马克生前所留下的纸条 另有所指 诱惑者 这是罪犯的一场阴谋 回想案发现场 马克离世前 身穿全套的白色衣服 就连袜子都是白色的 而妻子前夫拜利则说 每一次去到马克家 总会觉得很阴森 这究竟是心理作用 还是另有深意 再细想一下 马克的家人 他们在得知噩耗时 表现也相当的蹊跷 探员仅仅告诉家属 马克离世了 但家人却不曾细问 马克究竟发生了 什么具体的意外 这一点有违常理 于是探员决定 申请对马克家进行搜查 并对马克的妻子 侄子 还有那位访客的互相关系 进行仔细的调查 1997年7月29日 马克案发11天 探员拿着搜查令 进入到了马克家 一楼二楼并没有医药 但三楼的小阁楼里 却是另一番天地 探员仿佛走进了暗黑世界 不安和恐惧感油然而生 整个房间 是有带有荧光剂的涂料粉刷的 主色调选用了纯黑和暗红 墙上画有多幅男欢女爱的画作 阁楼的中央放着一张桌子 上面点着多根蜡烛 一些未知的液体 顺着桌盐边滴落到了地上 这里更像是做法的场所 而弗雷泽和拜利的名片 被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对他们在施法下咒码 所有的一切变得愈加地复杂 这时马克的妻子解释道 马克喜欢这些边缘化的事物 他是桑特里亚 在美国地区的大祭司 他一直赞扬和宣传 这种带有强烈神秘色彩的宗教 他说这是西非宗教 和巫毒教的混合体 能够利用魔法和咒语 凝聚自然界的力量 从而让自己得到进化和提升 事实上 马克真的做到了 他之前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药剂师 因为偶然的机遇 在辛尔尔良接触到了林 教会人员为他操办了一场 意义非凡的仪式 让他躺在了棺材里 与林互通 这样林就可以赠予他 操控命述的能力 之后 马克辞职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业绩也因为林的庇护 蒸蒸日上 在一次去参加西雅图的 CD行业峰会时 他通过魔法 让美国的副总统戈尔与其合影 还与比尔盖茨握手交流 对此 马克兴奋不已 马克随后开始成立了自己的教派 并帮助教徒们 获得成功和金钱 他的手下 已拥有数百名跟从者 探员询问道 马克是如何成为大祭司的呢 妻子菲利普斯说 是通过索灵的方式 简单的说 就是利用他人的生命 结合咒语 将这个人的灵魂和意识 与自己的相结合 然后就可以完成仪式了 马克谋害了前任牧师 因此得到了升华 另外 为了维持这种灵力 他们需要经常喝黑咖啡 以及和各种女人亲方式 当然 女人们也会因此获得好运 菲利普斯表示 住在自己家中的房客 格雷格 身份也不简单 他是马克的第一位教徒 也是马克的指定接班人 格雷格非常喜欢看书 尤其是这些神秘学书籍 他对林非常地虔诚和效忠 马克在一家 售卖法师书籍的店铺中 认识了他 两个人趣味相投 很快成为了智友 马克还帮着格雷格 谋害了一位教师 但至于马克为什么会突发意外 妻子并不清楚 他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探员随后审问了格雷格 格雷格表示 马克对自己确实很照顾 还帮助自己增强灵力 甚至让自己的老婆给自己助力 这些他都非常感激 除此之外 自己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这一次搜查的工作 让探员对房客格雷格 增加了几分怀疑 他猜想 会不会是格雷格走火入魔 为了灵力 谋害了马克呢 但整个搜查 却没有发现 包括作案工具在内的 任何其他线索 一位成功的科技公司CEO 转身变为了 雨林共舞的大祭司 当他身穿一身白衣 倒在地上时 一切显得疯狂而又诡异 探员从马克儿子这得知 马克在公司的仓库里 有一个储物柜 里面有10.44口径的武器 而经法医确认 马克胸部的伤口 正是这个口径的武器 所导致的 但当探员去到仓库搜查时 里面却没有任何的工具 调阅了仓库的监控录像 探员发现 在马克案发的前一天 7月17日下午4点36分 马克自己走进了仓库 然后取走了工具 他上了一辆车 车里还有两个人影 不确定他们是谁 那么马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通过调查 探员还了解到 马克的电子公司 在后期遇到了麻烦 由于市场的竞争激烈 加上时代的变化 City Room的生意 很快就不行了 马克手头缺少流动资金 最终债台高筑 并关闭了自己的公司 联邦税务局决定 对他进行审计 虽然马克或许还牵扯了 百万美元的税务问题 他的生活已经接近崩溃 当他发现自己不再拥有超能力时 魔鬼已经找上门 据悉 马克在发生不幸的四个月前 他在自己过去购买的 十万美元人寿保险 受益人更改为妻子菲利普斯 案发一个月前 他又向周立农业保险公司 申请了三十万美元的保险 其中包括了十万的人寿险 和二十万的意外险 指定受益人为自己的几个孩子 还有接班人格雷格和侄子布伦特 这些举动耐人寻味 探员推测 疯狂的马克正在做最后一波 自己已经欠下了巨款 再劫难逃 所以借用自己的牺牲保全后人 但如果直接自我了结 根据保险合约是得不到理赔的 所以马克亲手策划了一切 然后嫁祸给自己所厌恶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 参与计划的会不会就是 格雷格和侄子呢 甚至还有他的妻子菲利普斯 1998年12月 马克发生不幸的一年半后 29岁的侄子布伦特找到了探员 他开口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布伦特表示 97年9月18日清晨 马克穿上神父的白色衣服 要求自己和格雷格一同外出 他们开车前往了案发地 之后 马克把邪有仇人名字的纸条 塞进了脚底 并将武器交给了格雷格 他告诉格雷格 是否忠诚就看你下一秒的表现了 他命令格雷格扣动扳机 格雷格问 为什么要这样 马克说 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于是格雷格便动了手 但第一次 武器并没有上膛 马克笑了笑 然后当着格雷格和侄子的面 亲手放入了一颗弹药 并命令格雷格再一次动手 完事后 布伦特和格雷格开车回家 在路上 他们把工具 衣服都扔进了河里 至此 两大祭司完成了交接工作 但布伦特始终无法摆脱 整个事件给他带来的罪恶感 思想斗争后 他决定公开所有的真相 最终 检方就此起诉了28岁的格雷格 虽然在他的供词中明确表示 扣动扳机不是他预谋的 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所有的一切都是马克安排的 马克在事发的两周前给律师写信 表明自己如果发生了意外 一定是与妻子的前男友和前夫有关 案发三天前 马克亲笔写下了复告 而案发当日零点 马克还录制了告别视频 交代后事 包括对妻子肚中宝宝的期许 以及保险公司的保单号 所有的一切都表明 马克是想通过牺牲来逃避现实 并设立一个局 为大家带来财富 而之所以让格雷格动手 是因为格雷格曾与马克承诺 自己在做大祭司后 会保全马克一家 但法院最终还是认为 格雷格有作案的动机 因为根据他所信仰的宗教 格雷格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获得马克的灵 在这 即便是马克亲自筹划的一切 格雷格的动手也是违法行为 格雷格最终被判20年有期徒刑 马克的侄子布伦特作为帮凶 也被判了三年的监禁 至于马克的妻子菲利普斯 虽然有很多人都猜测 他一定知情 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格雷格和布伦特也对此不予回复 所以最终 马克的妻子未被起诉 1998年年底 保险公司聚赔了马克的人寿保险和意外险 妻子菲利普斯提出了诉讼 法院裁决 因为无法排除马克的骗保行为 保险公司可以聚赔 但菲利普斯并没有放弃 他在其后的三年一直在上诉 他称马克是在仪式中被人谋害的 2002年9月4日 法院依旧维持原判 理由是 据调查 马克其实很早就知道 林是编出来骗人的 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会仪式 也没有谋害过任何的牧师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捏造的谎言 而之所以这么做 或许是马克想要欺骗教徒 从而与他们发生不正当的关系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最终马克因为破产 设局骗保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